倩儉之前就不斷提醒說 Intel 你真的很多問題 你要做晶片又做不出來 很多的計畫都做不出來 你可以看到現在 當年的Intel現在淪落至此嗎 你看到是什麼 花街日報說 高通要向競爭同業 Intel來洽談收購的事宜 為什麼 就看你Intel不行嘛 所以你看股價現在不斷不斷暴跌等等 美國傳奇淪落了 所以誰是會下一個 Intel這個步入後塵呢 大家也擔心美國的創新不足嘛 蘋果你要加油啦 還有特斯拉你要加油 特斯拉現在加油有點困難 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如果你看這個七巨頭裡面 特斯拉是減4% 從248塊掉到現在是238 他就是其他的人 尤其是最近Fed 開始有新動作以後 就稍微有一點調整 Intel是減53 減的最多的 蘋果是加23% Qualcomm加21% 我大概簡單看幾個大的 NVIDIA是加141% TSMC小小加 ADR的部分加1.35% 就是我們其實在製造業這個地方呢 並沒有被給予非常大的PE 也沒有跟著股市動得這麼大 雖然它是前十大中間的唯一的一個 算是跟台灣比較有關係 而且是實際上在製造的 我們上次看Intel的時候 是拿它的半年報跟去年的年報來看 那半年報裡面可以看得出來呢 它的資本投資是大量不足 同時它承諾要做跟市場預期更符合的好的配置 所以它還要再減它的資本投資 它減它的marketing 甚至它減它的人員 所以說當它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知道就好像 像澤連斯基的那個勝利計畫 你可以看出來它並不是一個擴張型的 雖然它一開頭對於美國的承諾呢 是四年中間五個notes都會出來製造 但是它每個都在往後退 那它現在的資本投資呢也遠遠不足 新的像18a的時間點 到現在為止也是往後延了一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Intel過去是何等了不起的所有的人 只要是做semiconductor 一定會去Intel College去朝聖嘛 它是建立你整個的架構的 就是它跟AMO就是ARM兩個的是 最上層的架構 可是今天它從做上層的架構 要回來去做那個 垂直整合的製造商 它在後面這個部分就出了問題 就是大量的資本投資的製造那個部分 所以你回頭來也可以看到說 當年它把這些要大量資本投資的部分 外包給台積電其實是讓它續命很重要的一則 也是讓它長期享有了這麼高的資本利得 或者是資本市場上給它這麼高的PE的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特朗普還是要多想想 你們當年外包其實是在資本市場上 幫助了美國的這些公司 居極高位這些東西 那所以我們現在稍微講一下 我覺得因為Qualcomm是在我做通訊的時候 一開頭它本來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公司 但是它後面的那個運營服務商 跟他們後來的系統裡面用的它比較少 所以它沒有一飛沖天 但是它在技術上面一直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我的猜想是 Qualcomm可能是會想到 去讓Intel把它現在有的幾個大的板塊中間 有一個通訊板塊可以跟它合作 或者是說把這個通訊板塊 再加上一些 Qualcomm自己有的 包含他們自己在AI的研發這些東西 也一起把它併在一起 那像這種的整併 以前做過比較有名的應該是新加坡吧 新加坡後來把它的那個半導體 最後整併成了那個Global Foundry 格羅方德是這個名字 就是新加坡做過一次 就是先買了賣了整理了以後 在重組 那很可能現在Intel應該在討論 它既然要重新回 它已經長期沒有大量投資的資本 資本要投入非常大的製造的部分的話 要不要跟其他的人做一些產業的重組 也因此好像現在除了Qualcomm 應該還有別的公司在跟它討論 因為它大概有兩條大的路線 一條是它更輕裝的去往設計跟輕資產的那個 更高附加價值的那個上面去走 然後維持它原來在上面 從架構開始的優勢 那另外一條路呢就是在製造的這個部分呢 找到更有效的製造夥伴 那以前的最有效的製造夥伴 TSMC反正現在已經到了Arizona去了 跟它的大本營很近 所以這一塊已經確定了 那另外美國要找的這個四方 包含了韓國 日本的 看起來其他的都沒有跟它配合的 那麼緊密的時候 它可以把它整個在設計裡面的幾個大塊 譬如說剛剛講的通訊 就是各自去分拆找不同的合作對象 恐怕這也是Intel它這一次說 它會找到更 它會降低它的資本投資 但是會去找到更符合 市場期待的這些執行方案的一個可能方案 對那這次先給了一個迷答 就是說告訴大家說 它有一個好的方向可以怎麼走 但是呢這比較感慨的是什麼 以前我們看到的電腦都是Intel Inside 就是代表品質保證嘛 我先問一下蔡委員好 你怎麼看這一次的Intel 如果是高通詬病了這個Intel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要把高通股票放空 如果台積電機購買Intel的晶圓代工廠 大家不用想就把台積電的股票放空 為什麼 他覺得它不好 不是不好 你會付出一個這個獲利能力衰退的 一個很明顯的影響 對 對 所以投資者就要有投資者的這種殺氣騰騰的表現 Intel 可是我補一下 我覺得若是有些人 他們可以藉著把Intel的某些資產分拆 再重組而獲得了更大的規模 和更大的市場佔有率的話 還是值得去看一下 他現在Intel的資產 最頭痛 我不是說他整個 他最頭痛的是 他除了那幾條生產線以外 他沒有什麼北的資產 而且那幾條生產線 剛開始敲鑼打鼓說世界最先進 對啊 現在表現起來是世界最落後 所以顯然問題不是在他的設備 他的設備是全世界最好的 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的光科機 他的屬科機 他的洗衣設備 大概我們一個生產線 一個半大生產至少要七大設備 他都是最新的 都最好的 那請問你 為什麼做不出來 就是技術有問題 第一個直覺就不是機器 是你本身的技術有問題 他好像只能做到十納米 很丟臉 他那個錢 錢是投在三納米的錢 那不管 所以那個產線如果很好 可以便宜的把它拿 你要當那個什麼 就如果我是有技術的 當拍D 如果我是有技術的 然後我本身也有一條路進去 製成社會有價值 那個現在這樣子 高通的市值大概1880億左右 那個Intel市值大概900億左右 那這兩個當然是所謂的天作之河 但美國政府希望 不希望這個護國神山 Intel淪落江湖 這個可是就是王謝唐前燕 現在要飛入尋常高通家 這也沒辦法的事情 那對於這些變來變去 這個我是覺得 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中國大陸也可以買一點設備回來 當作拍檔股蝦 買一點設備回來也不錯 很實在也不錯 他有幾款的屬科設備是蠻好的 對 但要看美國會不會又要卡來卡去 因為美國這個是 因為Intel為什麼對美國來講很重要 他們的國防真的也都需要說 自己的晶片他們才信得過 所以美國當然會極力之 讓Intel不能倒下去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所謂的這些設備 Intel下單 去買的這些設備很多還沒交貨 所以中土可以先把它買回來 那這些除了觀科技以外 其他的並沒有在美國的制裁範圍 OK好 中國大陸聽到了 來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我難以想像 它可以賣給中國 對我也是 我難以想像 到時候會追加 對 追加制裁 現在整個選總統沒時間管 我難以想像 美國沒有本土的 比較大型的這個 邏輯晶片的製造商 當然就是Intel 可是 你看那個拜登給他多少錢 這最好的 台積電這麼優 才拿到多少錢 Intel大概拿到台積電三倍的錢 沒錯 對不對 然後丟到水坑裡面去一樣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他如果演算金面真的做 我坦白講是不可能贏過台積電 我就跟你講 他至今連7奈米都做不出來 他就停在10奈米 那台積電都已經賣向2奈米了 對不對 那未來搞不好 那 搞不好日本還會追過他 日本現在也在急起直追 對啊 所以我真的對 但是他的前途相當不樂觀 那他有沒有辦法像倩姐講的 說他高端的一些布局的那些思維 比如說有沒有辦法像當年的IBM這樣 IBM後來變成一個 Global Solution的Provider 改成Service 對 完全改 可是那個坦白講那個時候他對手不多 那個時候他是很早看到他的電腦會出問題 所以他就開始往軟體來走 那個時候他軟體做那個系統整合 沒有什麼對手 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連做那個架構對手都一堆 對 所以我是相當不樂觀 OK 這三位大師在講英特爾 真的是讓大家獲益很多 對不對 好的方向 或哪些東西是值得去好好的深思 重組有些地方是不錯的 但是也有人 所以有要放空的 然後這個大家來參考 但是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你看英特爾淪落至此 但是現在相反的 華為就是跟你那個蘋果硬剛上 華為三折機 XT秒缺貨 然後還黃牛說什麼 加價兩三萬都收不到 因為大家都想要 那蘋果的部分 就被講說很多問題 就連 索諾登最近又出來講 說什麼假如iPhone 出廠時被混入爆炸物 他當然不是指控iPhone 就是這樣的話怎麼辦 大家也會擔心 因為資安的問題 拉夫羅夫 還有馬杜羅 維恩拉總統都把用這個華為 那另外再來看好消息不斷是 北斗列車他又再度發車了 長征三號的火箭的順利發射 所以北斗現在真的是也是很強 然後加州大學教授說 北斗在很多地方其實就贏過了GPS 然後說到三折機 不只是華為 你看這個三折機還有誰 小米他也要推三折機 你看他也出來了 回去講一下北斗 因為最近 因為有這個Pager的爆炸事件 請大家都對ICT這整個中間的 從頭到尾的整一串 都感到非常非常的需要 重新檢討 中國大陸曾經在這個GPS地方 吃過很大的虧 就是那個銀河號事件 大家都記得1993年 他把他的這個GPS關掉以後 他在海上漂流了30幾天吧 那當時是聲稱大陸要把跟化學武器製造 有關的東西運到伊朗 那事後證明其實毫無任何證據 那無論如何呢 這世界上其他東西GPS是危險的 那俄國的這個格洛納斯呢 是不夠完整的 歐洲的伽利略當時也是不同意 中國大陸加入 所以也是在被逼的情況之下去做北斗 那我們現在看到說 從北斗1號1994年開始的四星 到了2004年開始的北斗2號 那個時候有16顆星 後來還是補了4顆交替星 到了2020年開始的北斗3號 一共30顆星呢 還有加上了5顆實驗 總共總共總共有55顆星 44次的發射百分之百成功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些記錄 就是說他從只有北斗1號 那個是非常簡單的 到了北斗2號的時候 其實很緊張了 因為他跟錢利略在爭取 同樣的一些那個頻譜跟軌道 就是都是向ITU去申請的那個頻率 兩邊呢誰先到誰先得 所以當時的爭征是就是分秒必爭 最後他還有另外一個 他有另外一個原則是 屆時就停止 所以他如果到了時候 與其就作廢 所以他7年之內沒有做完的話 他得到的那個頻譜呢 也就會這個頻率就會有問題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在絕對在軍事上面 知道受到巨大威脅 而且絕對需要有自己的 通訊衛星的導航 就是從1993年開始 所以94年算到現在 就是在這麼短的時間 041430年間 建立了一個非常完整的龐大的 北斗1號2號3號 這個完整的通訊衛星 並且可以做很多新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裡倒回來看的話 華為可以在他的手機裡面打衛星電話 跟他能夠有即時的定位 像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並不是只是在看單一的產業 我們再看的是整體的國家的政策策略 並且我最近想到了一個新的詞 就是我們常常說 因為是有舉國體制 美國最喜歡罵他說 你就是因為國家的那個 state owned enterprise 就是國營企業來做這些事情 可是你看華為發生問題的時候 不是一個國營企業 是個民間企業 而且華為所需要的東西 每一個大學裡面都開特別的科系 後來也為鴻蒙去開特別的科系 在中國大陸有多少多少的小的實驗室 或者是小的公司 他們在絞盡腦汁日以繼夜的 要越過美國的封鎖 所以這真正的舉國體制 應該是一個舉國愛國體制 就是非常非常認知到 如果你弱你就要挨打 如果你不夠強你就會被美國限制 然後因此大家要群策群力 那這些群策群力的 不只是我們以前說的什麼 錢學森 馬偉銘這些大科學家 事實上就是充滿在 各個的大學 各個的工大 然後各個的地方的 一個一個的年輕人 我常常覺得 我們以前看那個發社的時候 看到那麼年輕的 一群科學家的臉 可是他們現在 不只是在做這些科技 他們也在雅魯藏布江 在做整個的Bio diversity 就是生物多樣性的 每一種的調查 所有領域都有 所有領域都有 所以這種舉國的愛國體制 可能是現在大家說 大陸很捲很多人要躺平 可是你要看另外一邊 有很多很讓人感動的那種 覺得中國 一定要往前衝的那種力量 這種力量 舉國愛國體制 當然也因為他人才夠多 對啊 人才夠多 不是說通通14億人 都能夠發揮出來 印度就不是如此 他很多頂尖的人 剛剛倩姐講的 是在美國 在國外 那你要怎麼讓人才 留住在自己國內 其實印度在外的經營 跟國內發展 是有斷裂 對 所以他叫NRI 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你沒有辦法幫助你自己祖國 那你看美國要搞什麼千人計畫 然後他要抹黑中國大陸等等 那這搞了很多的科學家 也是會覺得掛罐求趣 我就留在中國大陸 也許還會更好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提到了你要打壓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很多的創新 亮哥也不斷提醒 這個CSIS 還有很多的一些智庫 都有發現說 在統計創新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 就論文走在前面 然後再開始把它實踐化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那你這個蘋果 你看現在被華為追上來了 三折機人家小米也有 然後你可以看到 郭明琦就說 i16手桌墨 這個預售 來看3700萬部 比i15下降12.7% 然後沒想到 i15現在二手賣翻了 想要買i15 然後就說那你不要討論i16好了 我們討論i17 i17有這個比較薄板的 我們之前在講i15的時候 就已經在說i16 現在i16又要談i17 就是你都沒亮點 然後呢 剛剛切姐也提到了 為什麼一定要突破 亮哥之前也提過了 這個跟很重要 純血鴻蒙要來 希望趕快推出 跟iOS安卓來較勁 然後蘋果的部分 iOS18被說 很多bug 怎麼更新之後 會卡 會鈍等等的 這個 這個 郭明騎那個是全球下降 12.7 對 那大陸搞不好下降20% 有可能 我覺得他主要上市的 就是中國市場 是 對不對 那個 你如果預期 你早晚會拿到三折機 你還是會等 因為初步大概100萬支 我聽說是秒殺 對 一天第一天就沒了 製造來不及 這事實上跟去年 Mac60 Pro一開始也是這樣 而且這支手機這麼貴 還這麼多人來買 這個 我覺得這個 我們說蘋果 蘋果我覺得 就是它的創新的點 讓人家意外就是 怎麼會這麼少 而且我一個朋友真的去買了i16 他說聽說那個照相那個 有改進 而且我位置還弄錯這樣 什麼意思 就是它的那個 有點那個笨拙的位置 你覺得它就不人性化 它就操作起來 反正現在網路已經有一堆人在吐槽 OK 我太太也故意不買這樣 我太太長期都是果粉 對 因為你不是說它都連在一起 不過它就認為說 這個 蘋果人工智能如果要上線 那它不要當第一隻白老鼠這樣 所以它就是屬於在等i17那種 OK 我說我太太 那我覺得 我覺得是華為這家公司比較特殊 因為你如果認真看 它從去年8月29 出了Mate 60 Pro 然後接下來到Pura 60 然後接下來到三折機 那下半年還有Pura 70 對 坦白講在一年不到一年半出四支機子 而且都屢有創新 你蘋果哪有這樣 沒有 我覺得人家是對比就是說 你在認真創新上的項目 它是不是令人耳目一新 而且我覺得這個三折機 會開始產生一種使用手機的新的模式 對 所以逐漸的 比如說我就回不去了 我是對折機 我現在你叫我回去買 單的手機我已經回不去了 就是我們已經習慣看這麼大的YT 這麼大的視頻 那三折機更是如此 因為我聽說它如果去看 打開一個Excel表 大概有250% 那你如果看慣了這樣的表 你還會回去嗎 那這個當然是在就商業來講 就會因為你常常會收到一些報表 那打開的時候 就是250% 所以我就會養成另外一種習慣 那也許你不會這樣接電話 那就用耳機之類的 可是手機我們本來想說 它的功能主要是打電話 那現在可能更多的是視頻 還有讀那個圖 而且都行動辦公室 還有使用人工智能 而且它接上鍵盤本身就變成小電腦 所以我說你可能會改變你整個使用習慣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講 那個中國大陸的電動車也是這樣 它都創造出一個智能平台 然後就形成了一個新的生態系 那這個 特斯拉已經沒有辦法去跟它比拼這個了 因為它形成的生態系 已經跟中國的整個系統都結合在一起了 萬物互聯 所以如果中國大陸開始輸出它的電動車 它也會把這套生態系整個賣出去 對 我覺得現在的產品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華為就輸在 它的鴻蒙還不夠國際 我覺得不是晶片 我跟你講 真的會用到尖端晶片的功能不多 除非你在玩電競 你看影片下載的速度 對 那一般人 比如說像我這個商務為主的 我是用不到 對啊 那你如果要玩電競 你可能就會有感覺 我覺得主要是 它的鴻蒙還不夠國際化 所以還不能夠在大範圍內來跟 蘋果還有安卓做國際競爭 這個是它未來必須克服的問題 對 因為那個是全世界都在用的嘛 所以它現在還是在起步 但是憲姐要幫我們補一下 沒有我覺得鴻蒙到最後 當它的install base夠多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人倒回來開發 對 會外溢出去 那同時呢 它的最後一旅路應該就是 原來的Android要倒回來跟它匹配 因為現在都是他們要去跟Android匹配 那將來要倒回來去跟它匹配 其實還有兩三個動力 一個就是說你的install base夠大了 另外一個呢 別忘了在最上層的地方 除了有Intel有安卓 現在Risk 5也越來越厲害 所以那個開放的架構 會有一些新的開放的設計 所以這兩個力量從兩邊走 應該可以有可以看得到 就是Android要倒回來跟鴻蒙匹配的那一天 對 所以你看一邊是有光明的覺得說 未來這些會加入我們 另外一邊蘋果就被說沒創新 你就等I17 我相信到I17出來的時候 又會說那你就等I18好了 等到I20好了 好 那我們的那個蔡博訊 你怎麼看 第一個是純寫鴻蒙要來了嗎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是你去圍堵打壓中國大陸 但是呢中國大陸現在呢晶片呢 會呢更加的加快突圍 美國科技專家就說 美國的科技管制 迫使了中國大陸晶片的製造商 全面的進步 那最近也有一些消息傳出來 包括7奈米以下的晶片光刻機 技術的專利出來了 包括了這一顆 這個是上海微電子的裝備 然後也有傳出來說呢 生子外的光刻機曝光機出來了 那會不會能夠生產8奈米以下的晶片呢 大家非常期待 這叫佛化亞光刻機 跟各位說 現在的所謂KRF佛化科光刻機 我們就稱作中低端的光刻機 那佛化亞ARF 我們稱作高端的光刻機 然後這個加上去EUV 我們就稱為超高端的光刻機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分類 現在大家可能弄錯了 因為工訓部公布了兩款佛化亞跟佛化克 這兩款的光刻機 其中佛化亞被認為是可以做8奈米的這種光刻機 還不行 但是已經能夠做出佛化亞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因為以前中國大陸的光刻機大部分都比較做的是佛化克跟比較低端的佛化亞 那以前都頂多的做光刻機大概90幾奈米的 那這一次的這個光刻機是DUV的正式DUV佛化亞 它可以做到64奈米 注意到聽我家講的64奈米 64奈米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電路的寬度 我簡單的形容 電路的線路的寬度是64奈米 所以它叫分辨率64奈米 那工訓部公布了有一個套科精度8奈米 被它誤會為它能夠做8奈米 其實不是 那是線條跟線條中間的間距8奈米 而不是線條本身的寬度8奈米 這是大家可能有點弄錯了 然後這個曝光的東西 如果是你64奈米曝光兩次 注意聽喔曝光兩次就是60除以2 所以它可以到什麼 可以到32奈米 大概是到32奈米 可是當你曝光兩次的時候 你的那個套科精度就會超過8奈米 所以你要剛剛好卡在旁邊而已 因為兩次的這個到時候的那個 間距大概會到11奈米 在第三次就會超過8奈米 所以那8奈米是這個機器的極限 所以因此正確的技術說法是說 這是一個64奈米的光刻機 但是曝光兩次我們可以到達極限32奈米 那32奈米呢這個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大概落後艾斯摩爾8年 這樣算就很清楚 因為8年前那個那個艾斯摩爾 才把這個32奈米的光刻機給做出來 做出來 那我是覺得已經難能可貴 才忙幾年 三四年而已啊 難能可貴 那雖然中國大陸很多的專利的 Paper 出來的Paper是說 它可以有技術可以做到8奈米 但是那個Paper裡面我跟大家解釋 因為光刻機裡面 通常要有經過10道的反射鏡 然後它很多的專利裡面是說 我用什麼方法 讓它從10道的反射鏡裡面 變成8道啦 5道啦 等等 比如最近沖繩有一個 叫做什麼大學 有個教授他說 寫一篇論文 他說可以到做 做成4個反射鏡 因為光進去要經過10道 它現在都要4道 但是那個純粹就是在實驗室做出來的結果 那大家競爭的就在這裡 因為你經過反射越少的話 理論上它的精度會提高 那我們只能當吃瓜的群眾 給他們加油 給他們鼓勵 這個希望這個中國大陸 不管上海微電子或其他的 能夠有所突破 但是我們不要光看光刻機 因為沒有錯啦 光刻機的設備 大概佔整個生產總設備的 將近40%的成本 所以大家會注意這個設備 那我們其他的還有薯科的設備啦 還有這個清洗的設備啦 還有鋪膜的設備啦 等等等等 這個大陸上進步更快 只是因為他沒有用奈米計算 大家比較忽略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 雖然有8年 看你有沒有機會彎道操作 縮短到5年 這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至於所謂的 這個日經當然鼓勵說 中芯國際只落後台積電3年 這是鼓勵啦 他講的是說 中芯國際現在 仍然是用誰的光刻機 仍然是用艾斯摩爾的光刻機 他還沒有大量採過 國產的光刻機 所以如果用艾斯摩爾的 現有的DUV的話 他是有定EUV啦 可是定的時候 還沒有到貨 就被卡住了 對 那這個 如果DUV能夠前進一點 看能不能做到5奈米 這個我知道難度非常的高 量力很低 量力相對低就不賺錢 他有一個經濟邏輯在那邊 所以看看能不能穩定在獲利水平 能夠在7奈米先做一段時間 那即使台積電 雖然一直想要往3奈米 2奈米去沖的話 他因為現在是獨家 所以他報高價獲利很大 可是這個市場並不大 我們倒過來講 這市場並不大 對 所以就是凸顯出了 不管是倩姐說的 舉國愛國體制 然後到這個突圍 會不會現在落後 就算8年 更快一點的彎道超車 也是值得期待 我補充一個數據給你 因為剛剛倩姐講到鴻蒙 鴻蒙現在的平台大概是9億 對 那個iOS是22億 然後安卓是30億 所以倩姐講的 那個會倒逼回來 那個是有可能的 對啊 而且就是說 他將來所用的這個平台 會遠超過手機 對 所以說 只要是你在上中下 有各種各樣的這些 應用都可以 對 安卓會有利益 是 就是原本是我不讓你用 以為會把你卡死 沒有 我反而做出來另外一個 現在你又倒貼回來 那到底是誰輸誰贏 不是謝謝你打壓嗎 謝謝你怎麼看 因為美國或者是西方 就是在打壓中國大陸 譬如說電動車這一塊 中國大陸商務部不斷的出招 那王文濤 他也跟東布羅夫斯基講話了 說如果歐方 執意要實施不合理的徵稅的話 大陸必須也會來進行反應 然後最近呢 可以看到中歐的商貿高層會議磋商之後 傳出歐盟要重新來研究定令呢 中國大陸進口電動車最低的售價 要改變了嗎 避免遵最高是35.3%的關稅 好 憲姐 只要不禁止販售 因為美國現在做的事情都叫禁止販售 如果你要增更高的稅 那就是歐洲的消費者會獲得同樣的產品 但是更高的價值 那中間還有幾個東西要討論 第一個是說如果他們一定會討論的就是 如果是德國的車企在大陸做的 再反銷到歐洲去 就好像我們前段一直看到了 中國大陸出口到歐洲的 很少是掛自己的牌子 都是其他的車企的大牌 那這些在中國製造的去銷到歐洲的 是適用所謂的特殊中國稅呢 還是你原來的德國車企 或者是法國車企的稅呢 應該就是要適用特殊中國稅吧 那所以說他們的產品的最終售價呢 就會增加 那第二點我事實上是仔細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一輪的加稅 固然跟我們在WTO的時候 一些期待不一樣 但是跟我們過去啊 各個國家在做關稅保護主義的時候 時常會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兩百呢 還是相差非常遠 就是最多最多到了三十幾 那就是成本增加 消費者最後付出的那個 最後的他付出的代價要增加 除非歐洲的車企能夠做出 比在現在中國大陸已經遙遙領先的EV 更好的車子 你才有可能讓他們用愛國主義啊 品牌主義啊 或者是傳統的對車企的支持啊 用這些理由再勸自己繼續去支持 這些並不能跟中國的EV所競爭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進入了一個絕對的競爭狀態 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一開頭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你有各種各樣的車企 因為你電池解決了以後 你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 那在這個競爭過度競爭的之後呢 它慢慢就會去減少到幾個比較重要的 那現在就是在國際上競爭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在加稅這個部分 歐洲如果不小心 它真的會是得不償失 因為第一個如果你開始做了關稅戰 那麼中國大陸就有道理 在對等的情況之下做對等的反制 那這些東西是很容易替代的 譬如說今天我們講白蘭地也好 伊比利豬也好 大家講了那麼那麼多 歐洲現在正在調查的東西 哪一樣是中國不買 中國就不行的 其實沒有 所以說當你做這種關稅上面的競賽的時候 要算算自己會不會得不償失以外 最後轉嫁到你本國消費者 是不是他們要用更高的價錢去買 同樣別國的產品 而且會不會反而阻撓了你本國車企的發展 因為你原來可以用國際合作的方式 在本國也用比較好的EV 對環境更為友善的 這應該是法國跟德國非常非常在乎的吧 因為法國跟德國一直在告訴我們 我們要解決環境的問題 要解決25%的燃油在汽車這個問題 對 所以本來就應該合作而不是對抗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針對於歐盟 9月25號要禁定出他們的最新的一個做法 另外美國的部分 美國有專欄作家說 迪特律應該要邀中國大陸加入 汲取經驗等等 另外來看到美國政府又提供30億美元的資金 要補助自己的EV的電池 但有效嗎 歐洲這個好像延後到9月30 我認為跟歐盟談事情不會有結果 因為歐盟就是一團亂 27國 每一個國家利益都不一樣 中國大陸事實上習慣做雙邊交往 那個別國家已經反映了它的利益 比如說西班牙等等 德國 可是沒有辦法 歐盟要共識決 所以馮德萊恩 這個美國的代表 肯定會代表強硬的立場 那還有北歐 中國 波羅的海國家等等 所以我覺得歐盟的部分真的很難搞定 所以最後可能會懸而畏決 OK 可是中國大陸現在也用到歐洲各國 他大概要投資六個地方 用這個像他們說 如果你這個繼續用那麼高的關稅 那我投資也會減少 而且他還有別的關稅在做對抗 對啊 什麼豬肉 白蘭地 一大堆 所以坦白講對於這麼複雜的game 我實在是懶得想 太複雜了 那是歐盟自己的問題 我認為歐盟長此以往 因為中國跟美國都是 一個比較快速決策的機器 你怎麼追啊 可能永遠都追不上 而且坦白說 有一些價格都已經出來了 比如說 德國的BMW 奔馳 他的銷量都大量減少 對啊 最近都這樣 是啊 所以 如果你還不能夠很快做決定 那這樣下去 我看還是中美在爭霸 你意思是歐盟就扶不起了 歐洲啦 整個歐洲 基本上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你本來就架構了一個 沒有辦法運作的體系 那現在要怎麼辦呢 而且美國對歐盟的 我們也不要說滲透啦 掌握 歐盟有28個國家 美國大概有掌握14個國家 所以你就很難弄嘛 對不對 是 你看 如果美國能夠掌握歐盟 那歐盟本來成立的時候 就是有想要跟美國 有一些分庭抗禮 譬如說成立歐元等等 美國當然不樂見 所以到底誰會希望歐盟好呢 是中國大陸還是美國呢 大家也值得來深思一下 尤其是來看到歐盟你要自己做出決定 不能都是順從美國的利益嘛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記得幫我回看個按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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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